為了捍衛自身權益決定治安處來發生 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任職的女醫師 出面控訴遭自身男醫師霸凌 懷孕期間遭遇各種不合理排班 今年一月這名女醫師正好懷孕六週 按照醫院規範 不能曝露在游離輻射場所 要只過夜班也得徵得他們同意 但自身男醫師照樣排班 女醫師反應卻被要求共體時間 對方還提出三個方案 可以請其他醫師輪職 但女醫師要幫忙寫報告 或照樣輪職 遇到較高輻射風險時 再找人幫忙 不然就自己想辦法找其他人代理 那位男醫師還開始用健保點子亂算說 我欠大家多少人情 還要我自己找文獻給她看說 那些檢查會影響到胎兒 態度非常的惡劣又人形 女醫師在雙和醫院任職三年 過去因為人力不足 最近才開始被孕 卻從去年十二月開始 飲食上了兩次 三十二小時過夜班 被排輻射班表 也讓她承受不少壓力 雖然難以證實兩者的直接關係 卻很不幸在懷孕七週時流產 這已經被調理的 她原來的安排 這一個值班的權力的職務 那轉由去做了教學的工作 主要是負責住院醫師的教學 當然她也必須要安排 住職醫師來做 這一個教學的工作 現在院方已將遭指控的男醫師 轉調其他工作 開啟調查後 霸凌案也成立 如果當事人都沒有提出異議 委員會將執行懲處 並加強宣導 防止職場霸凌再度發生 華視新聞續舊黃瑞琳新聞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